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歡迎收看 狗狗狗,Hotboy,我們很明珠 今天明珠樂到冬雪 兩位有一個濃稠 兩位的濃稠,第幾種的腔策 多麼寫有了喔 我們來去找老闆 還有小狗在這邊耶 感覺就是很天然 謝謝姐姐,老闆 你好 哈囉… 你在拔凝影喔 對啊… 聽說就是如果一般遊客來這邊的話 可以跟你們一起來感受一下 種菜、採菜的樂趣喔 差不多可以收成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深度的去認識一下 我們就是在種什麼菜嘛 我們為什麼這個季節要種這種菜 還有我們的培育方式是怎麼樣 那就大概再聊一下 台灣現在的農業的現況 都說得到隔行、隔山嘛 對啊,那如果大家其實平常都 只是在吃青菜 其實對台灣農業 並沒有太深入的了解這樣 而且每個農場的經營方式都不一樣 對啊,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傾向自然環境為伍這樣 所以你這邊看到全部都是雜草這樣子 對… 對…那一般的其他農場 可能就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對啊…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來的人 大家就是說可以帶點東西回去嘛 我們為什麼這樣種 那我們怎麼去栽培這些作物這樣 他這種東西要怎麼吃這樣子 一些簡單的料理方式 都會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真的… 大致上是這種感覺 對啊 我們今天其實有任務 是要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 種菜的客家話就是叫做 種菜 種菜 沒錯 那蔬菜的客家話叫做 嗆菜 嗆菜 對 我們要教觀眾朋友講一整句的客家話 就是吃自己種的蔬菜更安心 好 沒錯 應該是這樣子吧 在這邊的人應該是身體都會很健康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我們來到這一個 算是有機無毒的農場 來親自去栽培蘿蔔的當中 你可以感受到做農夫的樂趣 當然囉 我們認識了新的詞 一起來複習一遍吧 來看到第一個就是 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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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 蔬菜 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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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 來看到 吃自己種的蔬菜更安心 使自己種的蔬菜更安心 使自己種的嗆菜更好安心 使自己種的嗆菜更好安心 你們都有學會了嗎 放假的時候記得 也出去走一走體驗 當農夫的樂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